继续开始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两个坐标甲 它们之间的变换 坐标的之间变换是一个腰正变换 这到以后我们的变换 就是在量子里头的变换 是个腰正变换 好了我们有了一个几何的一个对比之后 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体系状态的坐标 平常我们说体系状态的坐标 就是状态表示 或者说态的表示 那么态的表示 当然首先就像在几何里头 你要有个坐标价 那么在我们这儿呢 就有一组力学量完全极 就要有一组力学量完全极 就是如果这个M代表了一组力学量 它们构成力学量完全极 那么它们的共同本真态 构成了一个正交归于完备 并有封闭性 如果它们是构成一个完全极的话 那么这个完全极每一个死量 它都是唯一的 在这个完全极里头 因此你就可以把它看着一个坐标 坐标架的基石 我们这儿也可以看 是吧 我们这个可以看着 我们这个空间有一个基石 这个基石是唯一的 它没有含糊的 如果你不是力学量完全极 你要进行组合的 你或者要另外找这个力学量 这样才能使得你这个坐标架是 确定的 如果你这三个坐标架 你都不能够确定 你给了量子数之后 你不能确定 那当然你这个坐标架 本身就没有锁清 对吧 弹和坐标 所以呢 我们先要有一个力学量的这样 完全极 那么它们的 它们的共同本真函数呢 只有一组 对吧 只有一组 那么它们正交归于完备和有封闭性 那么这个就是它们的正交归于 是吧 这是一个正交归于 然后呢 波函数总能按照它来进行展开 是吧 那么这个展开系数呢 就是这个基石 同这个太史量的标极 那就从那个几何时完全一样的 这个EI 从这个史量A一点击 就是坐标 这是一样 所以说当你这个力学量 完全极选定之后 那么这样一个 完全极的基石和波函数的标极 得到的AM 这个AM的全体呢 和Pose应该是等价的 应该是等价的 就相当于几何里头的 一个史量 在一个坐标架下的 它的坐标和这个史量是等价的 你去进行任何一个演算 或者从其他的关系 你可以用波函 你也可以用AM 当然你这个AM 当然依赖于你所选的这个力学量 完全 所以啊我们就定义 作为一个定义 就是状态表示 或者太史量的表示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如果力学量完全极 M的共同本征函数为φM 那么φM和太史量的标极 就得到一个数AM 是吧 这个AM的全体 我们就称为体系所处态 Pose 在表象AM当中的表示 因此你以后你去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用AM来处理也好 你用Pose来处理都可以 那么有时候呢 用这个AM来处理呢 很容易 它并不像需要去解一个方程啊 什么这些 它只是一个线性怠数问题变成 我们底下可以看的 那么 我们再回过头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R算幅 它的本征函数是这个 是吧 就是啊 本征值是R撇 它的波函数就是ΔR-R撇 是吧 就是它的波函数 这个波函数当然有 那一系列的性质 正交归于完备 封闭性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XY的共同本征函数 那么它当然是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泰式 波函R 都能用它进行展开 所以你看 这个波函和PhiR撇 R撇是XY算幅的 本征函数 所以它是一个基石 是吧 那么它的标记呢 得到的这样一个数呢 就应该是Phi在这个 XYZ这样一个 理学量完全级的基础上 基石上的表示 是吧 那表示你看 就是PhiR撇 所以我们平常所说的PhiR 给出一个波函数来 实际上你已经把它 摆在一个坐标的 这个完全基础 是吧 实际上解除了这个Ti的 我Ti我假如写个Phi 这是一个Ti 但我们现在呢 是写PhiR 实际上你已经把这个Phi 已经摆在这个R的 这样一个表示 就是PhiR实际上是个表示 实际上是这个Ti在XYZ 这个理学量完全级的 基石上的一个表示 所以大家 你看这个PhiR撇的话 实际上我们写起来就是AR撇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AM AM的全体 就是这个Ti死量 在XYZ这个力学量完全级的 基石上的表示 是吧 我们就是这个PhiR 所以说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用了表示了 为什么迪拉克提出 他的那个Blocket的 这样一个抽象的一个 使量表示呢 就是说他把这个具体的 在哪一个基石上 或者说在哪一个力学量完全级上 来表示的东西 给他抹掉 变成一个抽象的一个Ti 那么你这个Ti在运算过程当中 我根据我的需要 我要把它摆在哪个 力学量完全级里头去计算 那是我的问题 你不要一开始就把我现代 就像我们现在 为什么一开始就 现在这个PhiR上呢 是因为它比较直观 是吧 我一看PhiR 磨的平方 就是这个Ti 这个体系所出的Ti 在R这一点的概率密度 那么你看 你觉得这个 就是很直观 实际上以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直观有直观的好处 不直观有不直观的好处 大家底下可以看到这一点 那么对于分离谱呢 那当然比较容易 是吧 你分离谱 Pose在M表象中表示呢 我就AM呢 就等于5M同Pose的标击得到AM 这个AM的全体摆成一个列 那这个AM呢 就表示了这个Pose 你用这个去进行运算也好 用Pose进行运算也好 得到结果是应该完全一样的 给出的信息也完全一样的 那么你看那个归义法 我Pose Pose 标击嘛 是吧 如果它是归义的 那我们来看好了 这个Pose呢 可以写成个AM星 这个UN星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后头一个Pose呢 可以写成ANU UN 那么对Di积分 这个整交归义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 因此的话 你Pose如果是归义的话 那么它应该等于1 那就代表什么 在这个Pose里头 你测量得到这样一个 力学量完全级是MA的 力学量这个值的话 那它的概率是多少 是AM 模的平方 它一样解出来 因此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表达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啊 这个AM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样的 A1星 A2星一直点点 乘上这个A1L 就等于这样一个 一个 单行的矩阵 和单列的矩阵 相乘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A1个 就是啊 把刚才我们所写出来的 这个AM模的平方的话 你可以写成一个等于 A的A A的A代表什么呢 恶密共额 就是A的恶密共额 你现在是从一个矩阵的形式来看的话呢 就是你一个假设A是这个的话 那么A的A呢 就应该是这个 因为什么 转值加薪嘛 它本来是一个列的 那恶密共额是什么 就是转值加薪 就变成这个 就是你把这样一个矩阵转值一下 加薪 或者说 你给它 扰着这个对角线 你这样一个转值 加薪 是吧 一样 所以 当然连续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做一个一样的 得到这个 如果它是皈依的 就它是皈依的 这时候的Aα模的平方呢 就是概率密度 那这就是我们给出来的一个太史量的表示 好了 底下我们介绍迪拉克符号 那一个太史量的话 一个太史量你可以用它的表示来给出来 Am 但是你在求Am的时候 你发现你是用这个φm心R 就是这个力学量完全集的基石 和你这个太史量的标记来求的 你这时候已经把它是摆到什么 摆到这样一个 XYZ力学量完全集的表示 你看 OPSY和φR 就是XYZ的共同本征函数 就是Delta标记出来就是PoPSY 就是这个 就是你在算Am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用到这个了 已经用到表示了 同样的这个一样 你一个力学量完全集 M它的本正态 它同那个XYZ这样一个 力学量完全集的本正态的标记 就是φmR 所以说你前头你在求Am的时候 已经把它们的 在XYZ这样一个力学量完全集的 这样一个基石上的表示来求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描述一个体系呢 你并不需要一定在某个坐标架下 就像我们几何样的 我去描写死量之间的运算 我并不需要一定说 你给我这个坐标架 给我的坐标架 我有坐标 然后我坐标相乘 你并不需要 那么迪拉克就建议一个抽象的符号来描述体系 所处的状态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介绍这个量子态 KETS和BLUS 那么量子力学这个状态呢 你可以看到某个线性空间中的一个死量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举个例子给大家 是吧 就是几何学的人 那么我们把 我们称这个死量来称叫KETS 我们以这个来表示 空的来表示 那么为了表示出不同的KETS呢 你当然可以把 如果这个 这个态死量是N的本正死 它的本正值是N呢 你把这个N写在这 是吧 那你就知道 这个是力学量N 本正值N的本正值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写 这个本正值为N 小N 就像能量我们写成EN 那么你当然 你说它的本正值呢 可以表辞成N 这个里头没有任何 哪一个坐标架 或者没有哪一个 这个力学量完全集的基石 摆在里头 都没关系 都只是说 我这个态 是N算乎的本正态 本正值是N 小N 那么我用这个来表示出来 只到此为止 那好 我们中心立场当中的能量本正函数 UNLMR 这实际上已经摆在XYZ这样一个力学量完全集下的表示了 已经给出表示了 那我们这个呢 就可以写成NLM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这个汉密能量着用到它上 是等于能量是ENL 是吧 L平方作用到它上 它的本正值是LL加1H8平方 因为它 它是它们三个的共同本正函数 本正值 一个是ENL 一个是LL加1H8平方 一个是MH8 所以这三个方程 就把NLM完全决定下来 而并不需要 一定要写成这个样子 你看了这个你比较踏实 因为写出来函数形式度已经有了 是吧 你说不管你怎么运算复杂 我这个函数形式有在 是吧 它从XYZ的变化关系都已经有了 但是实际上最普遍的是它 因为你可以摆 不摆在XYZ这个力学量完全集的基石上 就是说你并不说 我这个只摆在这样一个坐标架下 我可以摆在任何一个坐标架下 因为你一个死量嘛 我可以摆在任何坐标下 任何坐标下在我们这儿是什么 很多的力学量完全集 它们的本真函数构成这样一个 我们量子力学的坐标的坐标架的基石 所以它就可以随便你底下怎么处理 在哪一个坐标架下处理 或者在哪一个力学量完全集的基石上去处理 你怎么容易怎么好 那么当然你一个有一个这样一个KETS呢 当然它有一个这样一个供额空间 这供额空间呢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所以说它们的供额空间呢 的供额死呢就叫布拉死 就是N 是吧 NLM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 迪拉克对一个死量的描述 你这个死量要什么呢 是要先要找一个力学量完全集 这个力学量完全集的本真值给定 你这个死量给定 所以说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来描述一个体系处在哪个状态下 那么你要有一个死量去描述它 而这个死量呢 要有一个力学量完全集的 这样一个 给出来 是吧 那么给出来 它当这些力学量 所有的本真值给定了之后 你这个波函数就给定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态死量给定了 就像我们这 你要是三个力学量给定 就是说H L方LZ 它们的本真值是EN LL加1H8平方MH8 它们的这个指标NLM 如果这个NLM如果给定 你这个态死量就描述确定了 那么你才能说我拿这个态死量去描述这个体系 否则如果你说我NLM解定了 还不能描述这个体系 然后我们打个比方 假如说你自选要考虑进去 那自选朝上还是朝下 这两个态 结果你只写了这么一个的话 你并没有把这个态描述清楚 那这个体系你就没法描述 这是第一步 如果你把这个波函数 这个体系所处的态描述清楚了 那么好 我在底下运作的时候 我还可以在不同的力学量的完全集 这力学量完全集并不是HL放LZ 是别的 我要在那些力学量完全集的基石上 我要获得这个态的表示 所以这是两个问题 大家要看 都是要靠力学量完全集来给 所以力学量完全集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这样 因为它能够构成一个一组基石 这组基石呢 只有一组 就是说 这个每一个基石是唯一的 就不会两个加两个减 又构成一个基 一组基石 不可能 就是它是唯一的 所以力学量完全集很重要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我们这儿来比乱 我们来定一个标记 那么标记的定义呢 就是说 使量M和使量N 你说使量的话就是太使量 太使量M和太使量N 它们的标记呢 是一个数 它表示了 就是N点乘 M点乘N 用这个来表示 那么这个什么含义呢 在同我们前面的 所说的标记呢 就是这个PhiM和PoseN 进行标记 你当然你这个M代表什么 我这儿就是 哪一个 在XY桌标下的标记 就是PhiMR 是吧 还有PoseNR 就是这两个的形式标记 那么标记呢 它有几个性质 这个M等于就是归义化 是吧 它的归义化 这个MN的辅共额就是NM 所以大家看这个就比较简单 你就看 写出来 这个NM呢 它的含义呢 就实际上就是 我们以前的那个 以前的这个标 但是呢 你熟悉了这个之后 你不要老回想去 去回想这个 是吧 我们定义了 完了之后呢 你就要习惯于 用这样一个 这样一套东西去做 那这是第一 是吧 标记的定义 有了标记定义之后呢 我们去看 基石的这个 正教归义完备和封闭 这样你就可以看起来 是很简单 你看啊 一个力学量N 这是或者说一组了 这个力学量 那形成一个 力学量完全几 它们的本真态 是N 也就是说 它们本真值 是N表象的基石 它们本真值呢 是大N小N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一个算符 这个N 那么它的本真值是N小N N取不一样 N取1235的话呢 那么取不一样的本真值 它对应的本真态呢 就是用这样一个态史量来描述它 那么这样一个态史量 它当然是正教归义完备 还有封闭的 好 我们用这样一个迪拉克符号来看呢 正教归义 就是NN匹呢 应该等于ΔN 是吧 这是正教归义 或者连续的呢 就是CC匹呢 这个就等于ΔC-C匹 那完备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对任何一个空间态史量α 你都可以表成这个了 是吧 它是完备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这个我们把α这个态 写生在这个N这样一组基石下 展开 就相当于像几何里头 坐标架里头的基石进行展开 是吧 这个就相当于坐标 对吧 那么我们就平常就称 这个AN匹α的全体 是态史量α在N表象中表示 那么这个AN匹呢 实际上你可以这样看 你把N和α进行标记 这是态史量 把它从α标记 那么就从这儿标记 是吧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ANα呢 实际上是 这个态史量α 从你这个 力学量完全基AN的基石 本正态进行标记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把这个Nα带进去 是吧 你这个是α了 是吧 这是N匹了 你这个如果是AN匹α呢 就是等于这个α和N匹的标记 是吧 这个如果是 这个是ANα的话呢 是α从N标记 如果AN匹α呢 那就是N匹α 所以你把它一带进去之后 你就发现 这个态史量α 实际上是 N乘上它的一个表示 是吧 态史量α在N表象里头的 这样一个数 而这个数呢 就是它的表示 就是A 好 你现在看了 这α是任意的 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决定 α是某个态 它是任意的 既然这个α是任意的呢 那好 这个一个前头 你可以看着它 Sigma N 这个KATS N 乘上是BLAS N 这个整个这一个 你可以看着一个算符 等于这个算符 着用到α上 就等于α 而这个α是任意的 所以你就得到这样一个 Sigma N 这样一个KATS和BLAS的 这样一个层级的求和呢 就等于一个单位质量 就等于它着用到α上 就是α 那么对于连续的呢 那你当然可以写成XDXX 等于一个横等算符 就是单位算符 它乘上去之后就是1 是吧 就是它着用到α上 就相当于1着用到α上 那么我们到X表象 就是在X表象 α的表示呢 我们大家是习惯的 你把在X表象 就是X的基石 本正值 是吧 或者叫本正碳 和一个矢量的α进行标记呢 你得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屏上的 PoseαX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X这样一个坐标架下 它的坐标就是PoseαX 这个α表示什么 是这个钙α 就这个PoseX不是随便的 是钙矢量α的表示 大家弄清楚了 就是啊 你只要记住 一个表示的话呢 必然是这个太矢量 和你选定的力学量完全集的 本真实的标记 是吧 就是基石它的标记 就是PoseαX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达式呢 你要很熟悉 就是这一写出来 你就让我说写一个太矢量 在什么力学量完全集下的它的表示 那就是这个太矢量和这个力学量的本真实的标记 好 我们前头是说的是α在一个N这个力学量完全集下的标记 就是说在这个力学量完全集的本真实下的展开 那展开呢 你就可以现在这样看 如果这个α就是N表象的本真实 α就是这个力学量完全集的本真实 N 那你可以看到在资深表象中表示的话 它就是ΔN'是吧 因为你本 你这个α就是N 那N 同这个N表象的力学量 这个本真实 N' 这N'是变的 N'是变的 因为它是本真实嘛 一个完全集嘛 是吧 它相应的本真实 是一组完备的本真实 这是变的 那么它α现在就是N 它同它的标记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两个本真实标记的话 那就等于它的正交归役 就等于它的正交归役 所以就等于 这个一个N表象当中的本真实 在这个表象里头的表示是什么呢 是一个AN'N 是吧 N固定 N匹变 那么等于delta N匹N 好 N匹等于1的时候 它不等于N 那是0 N匹等于2的时候 这个N不等于2的时候 它是0 一直到什么 DN行 这个N匹等于N的时候 它等于 所以 一个表象里头的本真实 在资深表象里头的表示 就是00001 这个1就是 这个本真实 在排列的时候 排在什么位置 就是在那个位置上 你当这个N匹 12345671 数数到N的时候 这个是等于1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一个泰磁量 如果就是这个 力学量完全级的本真实 那么它的表示 很自然的 你马上可以写出来 应该是什么选择 你不要到的时候 这个你不会写出来 是吧 这应该很自然的 假如说二维的 0110 那就只有这两个态 是吧 假如说二维的 那么 一个力学量完全级 它的本真函数 或者本真实 它的x表象的表示 你看就是这个 xn 是吧 标记 那就是phi nx 就是我们平常所写的 我们平常说 这个力学量n 它的本真函数是什么 phi nx 本真值是大n小n 我们就这样写的 我们就这样写的 是吧 所以你现在一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 这个是力学量完全级 作为它的本真函数 作为一个基石 这是你要描述的一个太史量 而现在我们太史量是什么 是n表象的基石 那么本真值是大n小n 是吧 但是本真值是 那么我们用这个n来描述它 是吧 就描述这个太史量 所以它们的标记就是 我这个基石 n表象的基石 在x表象当中的一个表示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习惯的这一表彰 本来就是一个表示 那么反过来 如果你写成这样呢 这两个都是基石 要记住 这个x代表 坐标x的一个基石 它当然构成一个力学量完全级 我们所以为的 它构成一个力学量完全级 那这个n呢 n是这个n表象的这样一个基石 它也构成力学量完全级 好 你写成xn呢 你知道 这是n的本真实 在x表象里头的表示 那我写成这个nx 那就是x算乎的本真实 本真实是x 它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 这里头这两个你有个什么差别呢 你要注意 这个是n固定 x变 是吧 你n当然可以变化 但是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基石在x表象里头的表示 而这个呢 这x不变 就是啊 我在x 就是delta x-x 本真实是x 是吧 它在x表象里头 它就是delta x-x 是吧 x固定 而这个n呢是变的 n0123456是变的 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n表象里的基石 所以说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x表象的基石 本真实是x 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 而这个是 这个你看上去像个绕口那样的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你可以这样来看啊 nx 是什么 eta x n 本真值是x的 本真实 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 是吧 这个n是变的 这是固定的 就本真值是x 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 那么所有的这个 一系列的n总和 就来描述了 本真值是x的 本真实的这个实量 这是个数 对于不同的n 这是个数 那么这个数的全体 是描述了x这样一个本真实 也就是说 那么它是等于 假如说我们写成这样 这个如果是能够排的话呢 那就是排成这个 一个单列 这个单列是描述什么呢 是描述我这个本真值是x的 这样一个态使量 那么写得更清楚一样 这个态使量 如果在x表象里头呢 我们知道它就是delta x p-x 本真值是x 这就是我们平常熟悉的 是吧 就是啊 这个算乎x 它的本真值是x的 波函数是什么 delta xp-x xp是个变量 x是固定 所以啊 这两个是等当的 这个就是我在一个表象里头 在什么 在n表象里头写出来的 这个是在x表象里头写出来的 而这个呢 是没有在任何一个表象写出来的 所以这三个是等当的 你不要看它的那个表达形式不一样 它都有同样的功能 你要去计算什么东西度容易 那你看你在什么地方计算 所以它这个不受这个任何限制 你只是说我要在座标里头写 我去算东西 那么我写成这样 我要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去算 我用这个表示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东西 是吧 有了这个字后啊 我们当然根据那个标量的一个性质 这个标量啊 这nx啊是等于什么 是吧 xn的取符公额 这xn是什么 这xn是n表象里头的基石 在x表象里头的表示 是吧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那你现在取个符公额 那我们写到 以前我们写出来的 phi nx取符公额 是吧 这个phi nx phi nx大家看的是熟悉的 就是一个这个n算符 它的本真值是nn大n小n 是这个 是吧 它的那个本真函数 我们平常很习惯 或者说你是一维的 我们就写成一个x 你很习惯 是吧 那么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是 本真值是x的这样一个 x算符本真值 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是它 它实际上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本真值是n 在x表象里头的 表示的浮公额 是吧 因为根据 这个和它的是浮公额的关系 用迪拉克符号你可以看得很简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 好 大家记住这一点 你底下就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前头的封闭性 我们不是讨论了 封闭性和正交归于完备性 是必要和充分的 我们正过这个 是吧 必要和充分的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当然是必要和充分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坐标表墙里头 你看 这样一个正交归于的话 你是写成这样的 是吧 完备的你是写成这样 那么我们用迪拉克符号写出来 就是写成这样 是吧 迪拉克符号写出来就是这样 就是啊 你把这个当中 查一个1 是吧 这个是平常我们就写起来 习惯的这个Pose Alpha R 是吧 这是我们习惯的 实际上是太史莲 Alpha 在R表象里头的表示 那好 我现在呢 查一个单位算符 那这个单位算符 是吧 这个是个单位算符 对N求和 这等于1的了 刚才我们已经证明了 是吧 是吧 这是等于1的了 然后呢 Apha 插在这里头 他们之间插在这里头 没有影响它结果了 那好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 Apha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 这些我们写的是 是 是什么 是这个 N 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N表象里头的基石 在R表象里头的 表示 是 这不就是 这个对这个进行展开吗 是吧 写得清楚一点就是这个R词 N表象的基石 它是完备的 它是完备的 你看 你这个N表象的基石完备了 因为什么 它的求和 对这个Kete Blas的 这样一个求和 它是个单位算 所以它插在里头就是等于1 那好 这两个标记 这两个标记 那对N求和 这个就等于 太史量 我们以前写出的 实际上已经是个表示 是在坐标表象里头的 表示 它们的这些一个 而这个就是展开习数 而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太史量α 在N表象里头表示 ,因此这个完全就代替了α这个太史量 所以这个表达词是很重要的 一个表达词 在我们运算里头 你底下可以看到 单位算符 这个单位算符实际上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N表象里头的基石是正教规矣的 你可以这样去看 你可以这样去看 我把左边乘一个XP 右边乘一个X 那我这个相当于我在这个左边乘一个XP 右边乘一个X 那你这个是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 Phi N 3 XP 这个代表是什么 Phi nx 取星 是吧 Phi nx 取星 对N求和 等于什么 大家看一下这个表达字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前头讲的封闭性 就是一个力学量完全积 它的本真实是能够构成一个Δ函数 能构成一个Δ函数 ΔnxπΔnx伏共额 对这个n求和你看就变成一个Δx-x 这样一个封闭性我们说从它的完备性的 为什么是充分必要的再回过头来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啊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Δxπn伏共额 是吧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实际上是 这Δnx 你把这个取一个复公额 是吧 就是Δnx 你取复公额我们这儿没有了 这儿取个复公额 好 这个呢 实际上是Δxn 等于什么 等于Δxx 这个表示是代表什么 这代表了 算乎x的本真函数 是正交归义的 是正交归义的 你从算乎x的本真函数来看 我们原来这一个 原来这一个封闭性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个正交归义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本真值是x撇的π死量 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 它就代表了 本真值是x撇的本真值 这个本真值和本真值是x的 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 它们当然是把这两个表示 去复公和沉在一起 对N求和就是看它的正交归义 这个从我们 你看这个你不太习惯 这个对N求和 这个从我们这样 我写成这样的话 如果有一个基石是这个 有一个基石是这个 这个迪亚和球啊 你这很习惯正交归义 对不对 我现在求和 这因为是N是分离的 所以我自求和 如果N是连续的 当然我也可以求积分 那这个表达式 和这个表达式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这个代表什么 本真值N算乎的本真值是NM 这个代表N算乎的本真值是NM 所以它们两个正交归义ΔM 而现在这个代表什么 x算乎的本真值是x撇的本真函数 实际上 它的表示应该就是它的指量 是吧 那么这个也是 所以你看到 这个正交归义完备这个实际上是使得 这个封闭性和完备性 它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很自然 大家回去把这个转转清楚 是吧 所以实际上你得到的就是一个 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你就说是一个封闭性 是吧 我们那时候就说这个是个封闭性 而这个你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正交归义 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它的含义不一样 你看的对象不一样 是吧 这么两个死量的标记呢 我们就说 这个phi posi 就等于 这个 当中你查一个n 所以你这样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 phi 在n 表象里头的表示的浮共额 乘上 posi 在n表象表示 那你写起来就是这个了 是吧 这个就是 phi 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的浮共额 乘上 posi 在n表象里头的表示 那我说了 你用那个平常的我们的积分的形式 你会习惯 但是你要习惯 它们的标记就是它 那你写起来就是这个 是吧 那就是我们假如说不查 不是查这个 sigma n n n kata n bla n 这个单位式的话 我们查的是x x dx x 集分的话 它是一个单位算 是吧 你查这个之后 这就是我们习惯的 就是啊 phi 太子量和posi太子量标记 就是phi x posi dx 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标记 那你现在 如果你用在n表象里头表示的话 它们的标记就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个数 这个乘出来应该就等于你这个积分出来的结果 你想想看 如果你这个很容易得到这个数 而乘起来 你就不需要辛辛苦苦去求这个积分 所以你是要看你的问题的对象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 谢谢